弟兄姐妹们平安 祝福你有一个灵性充满亮光的一天 今天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34节 题目是万物都在基督之下 哥林多前书我会为大家读出15章24到25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予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万物都要服在基督的脚下 就连死亡都要对基督退让 基督已经复活了 基督复活之后 一直到他再到这个世界来之前呢 的这段期间是属于末世 也就是我们现在处的时间点 在末世的信徒 如果没有明白基督复活的道理 也就不能够明白人是如何的复活 就会导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过着一个不尽钱的生活 就像是33节提到的败坏德性的行为 这一段的经文提醒了我们相当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若活着的时候 不明白我们死了以后会有审判 而这个审判呢 会决定着我们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身体的复活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就一定会跟着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 不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也就不会有复活的能力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眼光 去看见我们将来会复活 就会导致我们现在会过着一个不荣耀神的生活 因为当人没有了目标的时候 就不会去要求自己要做好的事 做善的事 复活仿佛很遥远 但其实它也很靠近 我们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哪一天会再来 有人相信他的有生之年呢 一定会看见耶稣回到世上 但也有人觉得 自己会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先回到天家 无论哪一个先发生 无论是我们先回天家 还是主耶稣先回到了世界上 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 就是我们一定会与主耶稣面对面 在那一天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日子里 主就要把我们分辨出来 是不是属于他的 只要我们的心里面相信 主耶稣复活的能力 我们也就带着复活的能力 当我们在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完备的 而他的救恩是预备给罪人的 也是预备给有残缺生病的人 救恩并不会偏待人 今天让我们来默想一个问题 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复活 你会如何定定你的生活目标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凭着信心 凭着圣灵你给我们的印记 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 我们根据着圣经的教导 我们也确信主耶稣不只复活 他还会再回来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有一个坚定的眼光 看见未来的事 来计划现在的事 好让我们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 心事为人 当我们定定生命目标 与人相处的任何一个细节 我们都可以知道 我们的行为在主你面前 都有意义 都有价值 也都要用来荣耀你 虽然我们不完美 也不完全 但是主耶稣你的救恩完备 求主你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们 可以有一个看见复活的眼光 好让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充满着善意 忠心的坚持圣经的教导 去荣耀神你的名字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奉靠主耶稣 onde 之后 完成 要 脆